有網友說那個陸西派出來 感覺上看他的演員就已經做了點心的感覺 其實不是這樣的喔 因為我覺得節目在走你們要慢慢看 其實跟他一起做事情 跟你對他的印象是不一樣的 可是後來經過我們慢慢的跟他討論 其實他慢慢知道自己在裡面的角色 跟他扮演的是什麼 那他就會跟你在印象中之前看到的 我覺得轉變非常大 後面有進入狀況 我覺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因為他其實來的第1、2次 也差一點就是馬上就要說掰掰了 對 有網友從那個陸西派出來 感覺上看他的演員就已經做了點心的感覺 其實不是這樣的喔 因為我覺得節目在走你們要慢慢看 其實我們 我之前在記者會就講過 其實跟他一起做事情 跟你對他的印象是不一樣的 對 對 那因為他 你們昨天看到的可能他的 他的預告是這樣的 那是因為 其實這種節目 包括我們自己都一樣 當我們第一次去錄影的時候 我們根本沒有方向 不知道狀況 那尤其是他 他是一個沒有做過實境節目的人 所以他在剛來的時候 他真的找不到他的方向 但是他一直很努力要去表現 可是後來經過我們慢慢的跟他討論 其實他慢慢知道自己在裡面的角色 跟他扮演的是什麼 那他就會跟你在印象中 跟之前看到的 真的 我覺得轉變非常大 有這個狀況 非常 有我覺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因為他其實來的第一二次 也差一點就是馬上就要說掰掰了 但沒想到現在他是最讓大家跌過眼鏡的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尤其是